走進寬敞大道 圓弧形建築前方還有一大片 油桐花林 這是龍燕集團 和建築大師安藤忠雄 在全臺四座城市 攜手打造光之系列林菇塔 號稱要推出全世界 獨一無二的墓園 其中位在桃園復岡陵園的光之回廊 當年盛大舉辦動土儀式 不少消費者燕金一輛入手 龍燕賣了將近四萬座 說好五年內會蓋好 但沒想到過了十五年 至今仍是空地遺騙 傳出這裡連建造都沒取得 我們順次走進鐵皮搭建的展示中心 牆後藏著上百個牌尾和骨灰盒 周刊直擊現場 一間鐵皮屋內堆滿骨灰台 民眾投訴 家人已經往生 卻遲遲無法入住林菇塔 甚至有業務因此遭到消費者追殺 龍燕的前業務也曝光 公司行銷手法 每被取消就是因為他能替真龍店 滯銷的塔位提供另一種銷售管道 反而能把真龍店裡面一些賣相欠佳的塔位 給成功的賣出去 由於不能預售 被吸引的顧客 就得先買其他項目 再拿購買平鎮 等蓋好後換取 而在新北市三隻 另一座光之殿堂也出問題 規模更大的光之殿堂 價錢也翻倍 漲到六七十萬 不過卻被爆料 預計銷售十萬個塔位其實是否只准蓋五千個 我們都是依據法令來提供變更跟申請的 龍燕表示銷售行為合法 不過民眾花大錢 卻無法讓家人有理想的安葬之地 只盼公司能盡快給個交代 華視新聞吳全員張士奎 張如平同音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